每天学点智慧1024 如何学会用你的语言去吸引他人 你说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怎么说 如果你的对话者表现出软弱和缺乏自信 你就不会对他说的话感兴趣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交流方式如此重要 不仅仅是指肢体语言 还包括语调和停顿 所以 你需要学会如下五种说话的方式 1 说话缓慢平静 这一点如此重要的原因是 提高观众的兴趣 让你想到你的下一句话 它可以让你控制谈话的节奏 这给出了一个知道他在说什么的人的形象 2 找出说话的主题 你的对话者没有兴趣 不管你说什么 与你交谈的人并不总是会表现出合作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使用短句 避免填充物 直奔主题 不需要填充或虚张声势 表达式的使用 例如 就像是 我感到 我认为 它们让你看起来不安全和不确定 你必须给言论确定性 而不是怀疑 3 说话时表现出自信 为此 不要将陈述变成问题 避免使用填充词结束句子 例如 正确的 好的 你不觉得吗 对你的演讲 保持自信 4 注意说话时的声调 低沉的声音比轻柔的声音更能吸引人 赋予声音深度的关键是 不要夸大其次 否则会看起来很假 再加公开演讲练习并记录自己 倾听并纠正自己 5 说话最好有结论 请记住以下几点 缓骂而有意识地说话 避免填充物 尽量说 最好不要问 直奔主题 加深你的音调 这样 你的演讲就会更有力量